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五的凌晨 歐洲聯準決賽首回合開打 羅馬主營利華古信 雖然利華古信今季各項賽事還保持不敗今生 士氣和實力都相當強勁 但羅馬同樣不容輕視 後者在迪羅斯上任後表現出色 更何況紅狼上屆準決賽 就是踩著利華古信闖入決賽的 球員心理佔據優勢 總體然而 兩隊都未有必勝的絕對把握 今次交戰 雙方激戰成和是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 羅馬今季中段解僱了摩連奴 明叔迪羅斯接任到賽季結束 後者之前未有任何側教義甲的球隊經驗 所以外界對他執教未有太大的期待 令人驚喜的是 迪羅斯接手羅馬後 球隊猶如換髮新生 帶隊前20場錄得13勝4和3伏的成績值得稱讚 正是有如此好的表現 羅馬的聯賽目前處於歐貫聯區域 歐洲聯都闖入了準決賽 有機會彌補上屆失貫的遺憾 回歸正題 歐洲聯準決賽首回合 主場和今季不可一世的利華古信交手 羅馬壓力可想而知 不過二甲勁女都不會感到畏懼 畢竟他們今季歐洲聯旁為擅長在主場作戰 前六場錄得五勝一和的佳積在常規時間裏 補萊達巴拿和里安杜 帕列迪斯等主將將有不足發揮 加上他們大賽經驗豐富 對於這種重要的戰役 相信球隊會踢得更專注 陣容方面 後衛施基斯力佐波鑑 尚倫爾比爾打和史特加之後 利華古信今季已經連續四十六場 兩項賽事保持不敗 三十八勝百和 繼續擦身二千年以來 歐洲最長不敗場次的紀錄 藥廠希望繼續保持不敗今生 在沙比亞朗素的戰術體系下 利華古信攻防區界 對內多名球員的身價可為水漲船高 霍利安韋特斯、邦尼費斯和 迪利美費林邦等球員身價上將明顯 他們都是藥廠今季創造好成績的主將 在已經取得得格冠軍的情況下 球隊向著三冠王進發 歐洲聯手回合合戰羅馬 利華古信需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畢竟前者善於踢主場 後者專屬以穩固防守為主要 更為合理的選擇 加上藥廠暗性十足 如果落後座都有能力追回來 根據數據顯示 利華古信今季在86分鐘及之後的時間 入了21球 其中在90分鐘及之後的時間 就入了16球之多 可以看出他們後勁好足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讚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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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